各位读者帮玩好,欢迎收看2017年9月21日光华夜报抢先看,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17岁少年被绑架勒索300万令吉,绑匪洞言不给钱就撕票,肉票来自太平新版,其父亲为二手汽车零件买卖商,家人接获勒索电话后诉报警求助,警方趁招肉票家人前往交赎金,兵分多路展开围捕行动, 主脑和绑匪共12人全部落网,成功在槟城救出肉票 全球比特币造王者,中国矿工赚封了,四川省已经成为全球比特币挖矿资本最聚集的地方,选择四川作为比特币挖矿是因为这里不仅有非常廉价的电力,还有低密度的人口和寒冷的气候,对解决矿机噪音和散热问题有先天优势 大地震32周年历史重演,墨西哥7.1级强震226死,总统聂托表示,地震至少造成226人死亡,同时,内政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,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协助,由于多栋建筑物倒塌,救援人员迅速出动,在瓦砾中寻找生还者 娱乐方面是,与张韶涵姐妹变仇人,范伟奇不知怎么说,范伟奇与张韶涵多年前传出新节,近日因两人一起录节目,让七年前合唱的影片再度被疯传,再度掀起两人过去的恩怨,范伟奇出席活动聊到两人的恩怨,他则无奈表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,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,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,阅读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